那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slido除了开会之外 还有什么样子的其他应用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除了开会之外 它也是我在讲课的时候 因为我常常在大学也好 高中也好 甚至国中小学都有请我去演讲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大学生 就是如果你上一堂课是40分钟 他勉强还可以维持注意力 但是如果是一小时又30分钟以上 那基本上他的注意力 大概就你很难去跟手机去抢夺他的注意力 就到中间就是 我也去过某些大学 他甚至是把学生的手机收过去 以至于说我一开始说要slido的时候 他们的教务主任还必须又把那个手机都拿回来 发给学生 不过这个是特例 那这种情况其实是告诉我们说 确实就是当学生开始画手机 没有在听你讲话的时候 你很难跟手机上面那些要他按赞的 要他留言的等等去抢这个注意力 这在教学现场本来就是一件困难之情 那但是因为slido的关系 所以我等于一开始就把学生的手机 征收过来做加剧使用 也就是说因为有些人 他就是一定要按赞 他如果你十分钟不让他按个什么东西赞 他有时候手会抖 就是那个禁断症状 不只是小孩啦 大人有些也会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有事没事 可以按一下别人问题赞 按在那个冲动就缓解了 又有一些小孩就是中间 他一定就是要这个留个言 那留个言他有时候只是正常能量抒发 但是他如果跑去靠北什么什么留言的话 那他的那个想法就被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但是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尽量鼓励他 他不管有什么这个想法 他就直接留言在罪行问题这边 那就算是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 反正他也不会真的干扰到我的眼睛 所以这样子的话反而你让他稍微有点distract 就是有一点点疏离在我们的讨论上 但是呢他也会觉得说 但是我的这个按赞啊 我的这些留言啊 他有一天还是会回到这里 事实上他只要去lobby他旁边的人按赞 他的这个问题不管在屋里头嘛 所以注意反而就不会换散掉 他会稍微出去一点然后再处理 这个在就是演讲跟教学的情况也是非常好用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行政院里面的有一个系统 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开放政府联络人是我们办公室 我们办公室叫做public digital innovation space 就是公共数位创新空间 那我们做的是开放政府社会创新跟青年参与的一些事务 那我们在开放政府这边呢 我们会不断的去就是找每一个部会 他们就有一群人 就像媒体联络人是跟就是新闻记者沟通 国会联络人是跟立法委员沟通嘛 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跟网络上面突然间冒出来的一群乡民来沟通 那这个其实是难度特别高的 因为这群乡民是没有特别的领导人 他们就是有一个梗 就是有一个hashtag 那好比像说像之前在2017年5月 我们刚刚开始这个制度的时候 当时呢就有一个梗 这个梗叫什么呢 叫做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就是这个难用到爆炸 就是变成一个很 就是在网络上面很多人repeat的这样子一个梗 就是说那这个报税软体为什么那么难用呢 那是因为它用Mac或者是用Linux 这种不是Windows的作业系统 那很不幸当时国税局有一位服务的人员 跟这个民众说 那你可以去找人借Windows啊 那所以这个它就爆炸了 所以那几天这个媒体上面就一片都是说 这个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国税局竟然要人去借Windows 那所以当然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们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就有一位卓志远 他就来这边提议 这个提案就叫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当然里面完全都是负能量 一整片的留言都是财政部门下台啊 关贸网络无能啊 什么之类啊 大概只有 我在那里讲 我用Windows爆税很顺啊 但是没有人理他们啊 那所以像这个开放政府联络人的工作 就是像这是当时的财政部开放政府联络人杨金恨 他的工作就是要上去回应 那他的回应简单来讲 我们现在浓缩成四个字 就叫做你行你来哦 就是他的回应就是说 所有对财政部批评指教的朋友 请大家过两个礼拜到财政部资讯中心 我们一起来画出明年的爆炸系统 他这样子一个邀请的动作 你行你来 当然我马上在底下留言说 我是唐峰 他讲的都是真的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所有的这些负能量 忽然都转变成很正面的能量 大概超过八成 提出很低的建议 只有不到两成 还在说财政部长下台 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卓志远 卓志远是一位设计师 那我们像他这样子的体验 其实是非常敏感 就是他看到标凯体 就会浑身不舒服 那更不要说爆炸软体了 那所以他谁在乎谁痛苦 所以他在乎嘛 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发挥他的专业 那他专业里面有一部分 叫做服务设计 服务设计就透过一个叫使用的方式 去把报税软体可能成天上万 或者上万 网络上的这些负面的批评 留言等等 把它整理成什么 开始收到报税宣导 使用服务的当中 就是进入报税软体登入 开始报税 那中间大家有怎么样的行动 怎么样的需求 碰到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使用者的情绪如何 那但是并且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财资中心的 很多人他不是住在台北或者高铁站的附近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呢 事实上是360度的直播 任何人都可以好像胜利其境一样 透过YouTube的直播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 但是呢直播它是单向的 它并不是双向的嘛 所以我们怎么确定说在远端的朋友的一个insight 他的一个想法能够进入我们这个讨论的当下呢 这个就是通过Slido 所以我们就是告诉大家说 不要在YouTube那边留言 去Slido那边留言 等于是我们把管板的这个任务 就是哪些留言是有价值 哪些留言没有价值的这个任务 去给所有一起在看直播的朋友 透过Slido的这个按赞的机制 来告诉我们 所以Slido的前几名 我们就会自动把它放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框框里面 那所以只要就是看的人把它推上去 我们在场的包含桌子员 台湖政府联络人 就会直接把这个Slido的意见 放到我们的这个便利贴的使用者的旅程里面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公务同仁都是很专业的 其实每一个要放到哪里都不需要我来教 我最需要教大家就是说 如果他的留言是写字报多 你贴上去的时候就要贴字报多 因为我们公务人员常常是在脑里有一个翻译器 可能不想要长官就是血压身高 所以如果留言是写字报多 通常我们签上去都会写文字稍嫌冗坠 就是 对 就是稍微给他平安一下 对 那但是呢 所谓你行你来啊 开门造句 他的一个要点就是说 对方写字报多 如果你不是贴字报多 你就没有站在他那边嘛 你若不站在他那边 他为什么要帮你就是出心力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惊叹号拿掉 但是字呢不可以去把它拿掉 所以网路上的朋友slido留言说 华丽到让人迷惘 我们就要贴华丽到让人迷惘 甚至在网路上也有朋友去说 我们在当年报税2017年的时候 大家也许有报过税可能记得 当你做完结算 但是还没有送出的时候 会突然跳出一个国税局 每一区都不一样的一个吉祥物 一个小娃娃 然后他跳上跳下 然后用标凯提写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敬叹号 那这是希望大家在报税的时候 心情可以好一点的一个设计吧 那但是网路上就有朋友很尖锐地指出 他说他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意思就是说痛快就是痛得就快一点 快一点过去 他心情自然会变好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放再多可爱的 感谢你对国家贡献 平常觉得很可爱 他看起来就好像在讽刺一样 那总之就是报税呢 大概心情是不会好的 快一点结束就是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透过slido 就是群众的这个力量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真正有价值的就服在上面 没有价值的自然我们也不会讨论到 所以就算有上千个留言 最后终整起来 也不过这么大概一百个左右 那所以呢我们就后来花了四次的工作坊 去邀请所有有留言的最酸的这些乡民们 然后跟这个比较可怜的这个官贸公司 然后还有五区的国税局的这个公务同仁 当然还有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嘛 大家一起去真的去把 本来就是真的有一点丑丑的 这个画面变成这个很漂亮的这样一个画面 当然这个画面其实你找设计师 你只要肯出钱都做得到 但是为什么这个他在第一年推出 就有96%的支持率 虽然当时只有在Mac跟Linux上用 Windows的使用者要去接一台Mac 那为什么那样子呢 是因为然后到接下来就是再次一年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用收到98%的支持率 这个在政府数位服务是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高的支持率 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因为有超过5000人 他会觉得说至少我有贡献一张便利贴的这个价值 也就是说好像你看一座庙 那庙里面常常有一些这个石头 上面刻满了大家的名字嘛 就是他会觉得说我的名字是在这个上面的 这是我贡献的一部分 所以他自然会愿意告诉他的亲朋好友说 这是我参与研发的系统 这里面有哪些新的部分是值得大家学习的等等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就不是在外面这个所谓会炒的有糖吃 是会炒的我们邀进厨房来一起炒糖吃 就是从口部的炒变成火部的炒 所以slido呢是能够让虽然在很远的朋友们 还是有一种好像我在现场参与现场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也是搭配直播来使用 除此之外他还可以用来投票等等 那这个反正是免费的 大家都可以有空的时候去玩一下